那臺中有一位醫師 他擁有著九十一間的房屋 是一個超級包租工 結果他是蓄意的隱瞞 漏爆四年之內的租賃所得 被國稅舉來追查 發現是要補繳兩百一十二萬元 如果沒有絞親的話 還可以除以罰還 所以這位屯房大戶 也趕快絞情 臺中一中商圈 緊鄰學區 房屋出租市場 消當活絡 財政部進來加強查核 屯房大戶租賃所得 發現一位醫師 名下在當地持有九十一間房屋 當起了超級包租工 但僅在二零一六年 與二零一九年 個別申報租賃所得五萬多元 涉嫌逃漏稅 我們一開始請他來申報的時候 他自己補報了一小部分 但是我們查了 臨近的租金情形 覺得他申報的這個租金是偏低的 國稅局比對租金行情 發現當事人明顯有所隱瞞 約談說明後 才表明願意補報租金 四年租賃所得 共五百二十九萬多元 補稅兩百一十二萬元 內政部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曾通過修法草案 要加大打房力道 包括預售屋合約禁止轉售 限制司法人購屋等五大打房措施 但沒有著墨在租市場 房仲業者表示 房間的確有聽說房東與房客約定好不報稅 而給予房租折扣的情形 增加政府積查的難度 如果說沒有透過仲介去成交的這個租任的話 有聽說是他們會有私下的協議 那當然可能沒有透過仲介就不會上私下登錄嘛 沒有上私下登錄 當然就不會追查到這樣子 中區國稅局強調 會加強查核個人房東租賃所得 並對持有多戶的所有權人專案查核 截至去年底為止 已輔導兩百二十六人 自動補繳稅款一千四百二十七萬元 另外有兩位補徵三十七萬稅額 並處以十四萬多元的罰還 請民眾切勿抱持僥倖心心態 記者 民眾鳳凰安全 台中報導